忘不了你的爱 但结局能更改 画面中一头飘逸长发 拿着吉他自弹自唱的女孩 是大陆清华大学第一位虚拟学生 华志斌 还是大一新生的她 第一次正脸亮相表演 我没能把你留下来 更不想她 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 轻柔细致的嗓音配上清秀的脸庞 不少网友说好想和她谈恋爱 画面曝光没多久 就吸引超过6600万人观看 影片迅速蹲上抖音热榜第一名 各位老师好 我是华志斌 从代生起 我就对文学和艺术很感兴趣 华志斌这个名字 源于清华大学和研发他的团队 北京志员员工智能研究院 和小斌员工智能公司 官方声称他还会作诗 绘画在网络拥有高人气 同样想吸睛 大陆网红圈 这招却让人傻眼 网红们穿着病号服 画着精致的妆容 神色甜美 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 完装的网红 美美地躺在病床上 会介绍自己得了什么病 然后过没几个礼拜 他会再告诉你 他吃了什么保养品 或用了什么健身器材 让他又能投好壮壮 这种被称为病原的网红 目的就是要博取粉丝同情和信任 然后购买他推荐的商品 这样的销售方式 被陆媒痛批 不尊重生病的人 也涉嫌诈骗假宣传 TVBS新闻综合不斗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